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贾阿西 带来一句精彩的带框的小快递 这一局我们是一个苏军 先看一下左右邻居 发现这个红色是个法国 既然是个法国 我们肯定要去搞点事情 开局有15000 这个钱还是比较多 对方也是比较机智 他把兵营放在后面 我们赶快放地宝 由于我们苏军的电场只要600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宝造的快 对方其实防备也是比较专业 两个兵营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造了很多狗 然后三个地宝 对方再想拼地宝肯定是拼不过 这样子小红基本上没了 但是这个红色的红极精神相当玩强 对方把地宝放到我家里面 我们先摸一下他的兵营 他那个地宝在打我的电 然后我们再招工程师准备过去把他的基地占了 结果对方火速操了个地宝 把我工程师整掉了 其实这样子我们也不亏 好再来个工程师摸一下这个基地 但是对方在后排又甩了个地宝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发展不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个工程师把油精一占 你看我现在中共已经出来了 直接造坦克 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红色带走 再过去一个工程师 结果这个红色就是 不把这个基地给我 对方把这个基地拉到我家里面 难道还想打开来吗 我们直接坦克过来 好贴着他 但是对方打开了 好我们赶快说中基地 完了这个基地对吧 被对方给占了 这个红色的手术还是可以的 但是无所谓 这个基地丢了没关系 我们这个工程师准备占了 但是对方把这个基地收了起来 那么开局我们这个基地直接没了 虽然说抢到这个地盘了 但是没有基地 那么没有基地怎么办 一般我们都不喜欢自己的基地对吧 喜欢跑到外面去借一个 好先造一个履带车 这个左边是一个蓝色邻居 他是个盟军 他估计的基地还在 所以我们就准备过去找他借个基地对吧 玩一下 不然没基地的外面根本是没得玩 这个牛车干脆是吧 准备拿过去扛伤害 但是我想太多了 这个蓝色家里面没什么坦克 对方造了个电气干没有用 直接坦克过去好工程师 把对方的基地一摸 然后这个时候 有一些玩家在这里按叫嚼劲 我们把这个蓝色的基地借过来之后 那直接把他带走了 如果说不把他带走 你看他还有兵营 他会疯狂的造兵 他肯定会消耗 估计他心里面肯定不是那么舒服 干脆我们就把他带走 让他赶快去下一局游戏 这个游戏我们就不战了 估计过去战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自爆 毕竟我们摸了他的基地 对方还剩下几个小兵 就是不愿意自爆 我们干脆把他所有的建筑全部拆掉 把蓝色带走之后 现在剩下一个三国 外面有两家苏军 其实最开始我也是个苏军 只不过我们已经华丽大变身了 上面这个绿色有两个基地 他也是抢地盘抢到一个盟军基地 然后左边这个黄色拉到基地 发展到第二块矿区 这个黄色的只有三个牛车 我也是三个牛车 相当于我跟这个黄色的经济差不多 所以说打到现在的话 优势最大的就是这个绿色 你看这个绿色 坦克的比较多 有十几个 而我们家里面只有几个 假如说绿色过来打我 我们可以放地板 可以稍微点一下 但是呢 防守估计的不太好说 主要对方这个坦克太多 但是这个绿色如果是打我的话 左边那个黄色肯定会过去整他 注意看这个绿色相当的嚣张 他在中间还造了一个矿场 因为中间的油镜被他占了 他这个牛车放在这里采宽的话 那个黄色难道不会过去打他吗 打到这一回来假如说 我们继续造这个肥坦克 感觉的作用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就裹断 把这个苏军中国卖掉 准备呢 发展盟军的这个高科技 因为我们到后期呢 造了那个盟军的高科之后呢 可以造裂痕 造个裂痕呢 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家里面给盖起来 现在这个绿色 你看那个坦克 停在中间好多 而我们现在不到十个坦克 赶快在前排多放几个地堡 这个绿色呢相当的嚣张 他在中间连着造了两个矿 他现在已经有六个牛车了 这家伙呢迫不及待 你看直接冲得过来 现在我们顶的肯定是顶不住 怎么办 只能选择战术性的往后面一退 而这个黄色看到绿色打我了果断出击 先跑到中间打这个牛车 其实黄色的坦克呢也不少 但是呢这个黄色啊 接下来这个操作呢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纠结 注意看这个黄色的操作 他这个坦克本来呢提前占位的 结果呢 被这个绿色一刀切完了呀 这个黄色 这么多坦克瞬间呢 全部嗝屁了 你看这个绿色 打完之后呢还剩下这么多 这个家伙呢开始按这个叫小剑 已经开始的开香槟啊 准备对吧庆祝了 确实啊对方这个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他这个坦克的停在这里你看 还把这个残血坦克过去修一修啊 我这个坦克呢没有选择出去打他 因为这个坦克实在是太少了 虽然说呢他有一些残血 但是我这几个坦克肯定的占不到便宜啊 注意看这个绿色啊 他两个基地对吧 他有一个基地呢 准备拉到那个第三个地方去的哈 他那个蒙具基地的也往后面拉 那么打到这里你说怎么办 注意看呢有六个牛车 注意看他又在这里按了个叫小键啊 他在这里要不停的开香槟啊 准备庆祝了 这个家伙呢 你看这个坦克这么多 主要呢他有两个基地 他随随便便拉这个基地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呢 我是打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像这样拖下去呢 我们是根本没得玩 所以呢我们就准备去骚扰一下 这个奶妈车呢想要去摸一下他那个矿场 但是对方呢在那个基地边上放了两个地宝 这个偷呢肯定是偷不到啊 不过这样子呢我们其实已经赚了 让他浪费了一千块钱 这个时候这绿色的坦克似乎好像呢想要过来啊 我们接下来呢注意看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啊 赶快来造个裂痕 然后重工里面呢我们就准备造那个幻影坦克 造灰熊呢没什么太大作用啊 这个幻影坦克的防守还是比较厉害的 注意看这个绿色啊 这个家伙呢拉着基地 他现在已经是相当于是五块地盘了 经济相当好 我准备过去呢偷一下 结果你看这家伙 他主打一个呢就是用地宝保护那个框场 又造了两个地宝 我这个偷呢过去呢也是送了 所以说干脆的不偷啊 其实已经赚了 这个家伙的坦克好多 那么下面怎么办 除了造这个幻影坦克另外一个呢 注意看我们就准备啊 造一艘航空母舰啊 因为这个架势呢 除非对方进攻啊浪费坦克 像我主动进攻呢肯定找不到机会啊 这个时候绿色果断的选择进攻啊 而且他这个进攻呢是兵分两路 你看上面准备过来对吧 他打我基地这些坦克呢 他有点小瞧了 因为我们这里呢有三星有幻影 加上呢有牛车可以扛子弹 你看这部坦克是不是 他就没占到便宜啊 虽然说另外一车呢 好像打了我两个牛车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瞬间一个防守好把它整掉 这一波呢虽然是守住的 但是他这个优势依然是非常大 主要他的经济呢太好了 其实我现在这个坦克 看着呢好像有这个进攻的机会 但实际上呢根本是没有 假如说我这个坦克出去 他只需要放地宝呢完全是守得住 所以说呢我们分了一个三星坦克 跑到那个左边去打两个牛车 这个三星好像跑不掉吧 没关系啊已经赚了 打了一个牛车 然后家里呢我们造了一艘航母 注意看用这艘航母呢炸一下那个油井 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对方呢优势还是相当大 我现在还是没有一点点的进攻的机会 因为我主要的这个经济太差了 注意看我们现在只有两个牛车怎么办 只能选择战术现在对吧 先防守一波不着急啊 必须发展一下 他现在没中工啊 因为刚刚呢那个中工被我整掉 他好像卖掉了 他现在所有的坦克呢全部在中间 他是有九个 我这个坦克呢还是不太好进观 所以呢我们就准备在中工里面啊 先补一个牛车 然后造一个矿 两块地盘呢至少要保证有四个牛车挖矿 这样子待会呢我还有那个经济对吧 造这个裂痕 现在我这个高科技还在 对方这个时候呢在那个左面啊 造的中工了 他现在这个钱呢太多了 他有四五块地盘 牛车呢非常多 你看上面三个 然后左边有四个 还是有七个牛 比我呢多三个牛车 所以说呢他手上钱呢随便花 你看每块地盘呢都造到个防空困 我这艘航母呢目前呢还炸不到什么其他东西 为了弥补这个经济啊 我们准备造一个钻石经浪厂 对方这个坦克呢远远不断 其实呢打到这里啊我们这里有一个伏笔啊 这个伏笔呢就是这个苏军的兵啊 因为这个绿色呢他现在有两个基地哈 我就在等看一下这个家伙接下来呢会不会造那个苏军的高科啊 假如说呢他造苏军的高科 我们只要搞个间谍对不对摸一摸他那个高科 我们就可以是吧造这个油力梗 这个家伙呢还造了两个中国啊 而且对方呢还造了四个土飞机 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间谍哈 这个间谍呢他是看不到的 这个地方呢有裂痕 不过这个变身的声音呢他是可以听到啊 看一下呢他有没有发现对吧 我要偷他的一些建筑啊 对方过来了四个土飞机 他竟然能锁定我这个多个人啊 这个地方呢是有裂痕的 这个多个人其实丢的无所谓哈 注意看这里啊 对方终于啊造了这个苏军的高科 我是等他这个高科等的花都谢了哈 哈这个高科一出来呢 接下来整个的这个对战呢 转机啊就有可能出现了哈 对方在上面造了一个核电厂 这家伙呢估计还要造铁木啊 造超时空那些啊 因为他两个高科呢都有啊 注意看这里啊 我们就准备来一招生动机器 例如上面这个坦克的牵制他的追递 注意看我们的间谍车来了老弟 这家伙呢还造超时空是吧 喜欢造超时空还喜欢呢开香槟 他可能现在还觉得自己的这个非常稳啊 但是呢那个男人他来了对吧 那个盖世英雄啊改革尤里改 马上就要闪亮登场了 看没有已经来了呀 我们这个尤里改就在那个爱国者下面 来嘛直接抓他的坦克 他还在这里哗哩哭哨的往那个土飞进 终于啊他发现那个男人来了对吧 想过来点但是尤里改的血量还是比较多 加上前排有坦克你看对方直接对吧 领的河边下线了 给大家推荐一款蓝牙耳机 蓝卡OEMX 品牌方特意给我寄了一副 咱们呢也是体验了十来天哈 确实呢这款耳机戴着的非常的舒适 它不入耳 而且呢它的材质是属于啊母音级啊 轻浮硅胶材质 戴上去呢非常舒服 零重力零压迫 主要呢它是开放式的不入耳 可以有效的保护听力 下面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戴上这款耳机啊 像红级里面这些单位的声音啊非常的清脆 当然效果呢需要大家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 好吗 好吗